当四个人在一起就能完成通灵仪式 这究竟是真是假 我必须叫上欧外家族的人一起来完成 妮妮居然换了一套新衣服 还是红色的格子裙 不是刚刚那跳舞 她那个弄呢 你这个好像那个娘娘穿的那个衣服 这个顶子 娘娘穿的格子衫 前面嘻嘻哈哈 接下来就开始正儿八经的祭祀了 可以看到这里有米饭插着香 还有一扇门 第一关的话就我去吧 其他人先在我的后面 我保护你们 只有你的话 我要是没记错 会触发一个非常吓人的高能 你一定赶紧走 好给我们留着 那我要开始去了 妈妈我要跟到你屁股后面嘛 你们好歹过来看着我 这么帅气的姿势呀 妈妈你不要躲在门里面 这是我躲的 那我呢 你们两个在门口这样跟着看我 对对对在门口看我就行了 好了接下来我要去帅气的 给这两个男人表演一下 什么叫做不怕鬼 祝你平安 大猫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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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回来了 大猫没了 个傻猫 真的笑死我了 第一次看见有人玩恐怖地图 把自己关在门外 然后呢和这个鬼来个亲密的贴贴 大猫就用这个例子给我们演示了一下 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我们接下来去拿下钥匙 钥匙拿了过后 我们就要通往地狱大门了 没错这里的话有一个非常大脸盆子的冤魂 也就是嘎掉大猫的那个大脸盆子 大猫你这么应用 开门声音太大 好像有什么东西进来了 应该就是那个大脸盆子吧 和小徐脸盆子一样大的那个 天哪来来来来又是那个大脸盆子 大猫躲的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很安全 我依稀知道我上次躲在那个位置就不小心嘎掉了 小徐可以哦 居然没有滑水还获得了五号房间的钥匙 他在这里大饼 大饼过来了快走 大饼大饼在哪 我要去开门吗 他们见我 对你要去开门 好了安全了 现在去找小徐拿钥匙开门吧 妮妮先去探探路 可怜的妮妮牺牲了自己 成全的我 我去找小徐拿下钥匙 小徐我们先躲进去 那个大脸盆子会追上我们的 开哪个门 他没写几号 你快快快 小心大脸盆子来了 钥匙先给菌菌吧 钥匙拿到手呢 那小徐你先去帮我引下那个大脸盆子 然后我去开门 去吧去吧 我相信你可以的 有一说一 小徐这玩的真菜 好了 我去看看这个钥匙是开哪里的门吧 这里好像都不得行 那我重新去找个地方吧 挨个试一号脸 哦 这里有扇门 终于打开了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可以躲的地方 哦 有一扇门可以躲 那我先躲在这里吧 大猫子进来了 那大猫你找一找道具吧 这里应该可以找到一个什么道具 哦 大猫获得了钳子 啊 有怪我人 大猫快躲起来 大猫子也太嚣张了吧 就在这里溜这个鬼 有没有搞错 大猫你要不要看看你在玩什么 你看吧 大猫开鞋了 刚好我又获得了钳子 你们两个谁把那个门开一下 把那个怪赢一下 复活点有吧 大猫也进来要死 我们也 进来就洗 我们三个进来就死了 真的吗 进来就死啊 对 因为他在起点 大猫从进就洗啊 对 他要去把门打开 把那个怪放出去 根本没机会 大猫不要转了 我们在加载的时候就洗了 大猫好倔强 快 绝绝 啊 他怎么在这里 完了完了完了 他真的也洗了 哦 他真的也洗了 笑 笑 笑